各位兄姐妹,早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课 我们今天继续的研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的低头祷告 恩主,多谢你,多谢你的心恩 你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回到信和爱的堂子 或者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起有机会来同心的 来敬拜你这位有真有活的来救主 在当中,我们知道你不但复活,你更加的会在来 特别的,祝福每一个参加主有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在当中,我们都是受到你的祝福 亦都在当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冒走我们的生命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是奉耶,苏基督更名 阿们 大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如果大家复习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 其实他说到是一个除了《比德行传》的神迹 当然是强子能够行走,能够使死人复活 这个是奠定了他来承传主耶稣的那个职份 那个传道的职份 亦都是给了他有一个直接从主耶稣而来的 宿灵的权兵,可以使死人复活 就像《使徒行传》当初的《使徒行传》一样 其实大部分的《蝙蝠》第十章 是说到戈利留信主的白夫掌外邦人的 在当中当然是 彼得亦都有异象 亦都是圣灵对他说话 天使对黎哥留说话 亦都是在当中来请彼得和若伯 在萧皮杖西门的家 去到 GL memb чем彼得到哥雷萨里河的家 整个的故事是很完整 是一个很bij妆的故事 怎么知道来到十一章 大部分的蝙蝠也都将上一次第十章 来到重复一篇这个故事 可不可以省略一些记载呢 或者为什么圣灵来到感动路家 来到再一次将这个故事 透过彼得的口来到详实 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记载 你知道在古代2000年前的中东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色蜜如今》 但是在2000年前的古代中东 它是《色子如今》 不是《色蜜如今》 是《蜜如今》 中国人叫《色蜜如今》 它写得少 《纸柜》 为什么呢 当时你想有几种纸张 牛皮纸张 这是比较希伯来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用牛皮纸张 到了主耶稣的年代 中东一带主用两种纸张 一种是葡萄籽 一种是羊皮籽 那羊皮籽就是用羊皮籽 葡萄就是用埃及类 那时候开始用纸去做书写 或者记载文字 两种都有 但是如果你想一些文献保存得久 那就是用羊皮的 我曾经看过一些 去过一个考古学家的教授 他是中东考古学家的教授 他就去过家 来到有机会聚遇 他是在中东考古学的 考古圣经 我读神学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张 大概一半那么大的 像这些纸张那样的 羊皮籽 那些羊皮籽 你看上去 是像我们现在的白籽 但是呢 有少少透明 因为是动物性的 好像做到我们现在的 这个是 这个白籽的 有七八成尺 很薄 差不多有我们 好像我们现在把纸两张的白籽 摸下去 给我们摸 那时候就很矜贵 所以尽量记载 越记载得少越好 那个格式就不太浪费 中国人叫 那就要看你的那个 文学上这个记载的水平 公认四本福音书 路加是记载得 这个 用这个纸张 是用得最好的 四本福音书 为什么呢 按照当时 一些手抄本 当时的文字有多大 是格式化的 虽然不是 我们现在叫做印刷 但是当时的人 因为那些文字 或者是那些技术性的工人 他抄惯字 他的字体 就基本上 和我们现在印出来 是没有区别 你看不出区别 我说是大小和工整 为什么四本福音书 供应的是路加写得最 就是用紙方面 最好的 他的写作功力 因为路加的长短 他的路加福音 是刚好一大张 那时候用羊皮或者牛皮做的 很大张 比我们现在大张很多 刚好 填换 那时候一张 这个是供应的 就是市面上卖的 那些羊皮或者牛皮籽的 这个是 一个字不多 一个字不少 刚好填换 所以他的写作功力 路加医生真的很好 那时候写完之后 就不是接的 是短的 是短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此道行转 上一章 明明记载得这么清楚 那为什么下一章 第十一章 又来复述一次 证明这个异象 或者彼得这种的经历 声令感动路加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是一个转类点 所以就不惜 这个纸张 来到再一次的 在教会历史上 再一次记载 一个大事件 所以十章 十一章 同样的记载 这个 哥利流 外邦人 信主的 这个事件 那其实这个当中 我发觉 比特要学功课 顺服的功课 就是接纳不潔的 那些认为 不潔的外邦人 同样的 当时的教会 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 也都要有 比特这种的看见 还有比特这种的顺服 接纳 所以 十章的功课 是比特要学 其实十一章 是耶路撒冷教会总会 和其他 这个是犹太人的信徒 需要学习的功课 是因为这个功课 不容易学习 所以再一次来到要记载 当时的人说 为什么两次连续记载 就是因为这个功课难学 并且这个功课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是外邦人 大家知道 中国人更加的外邦 那我们怎么会有福音呢 所以跟我们原来 又很有关系的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基督徒 那个转类点 原来是影响到 二千年后的我们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 重要的东西 多说几次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它怎么说呢 那这里其实是 使徒和犹大的众兄弟 就是彼得这一次 当然是 彼得他接纳了 或者是带了 歌利尔顺主 犹大的众兄弟 就是犹大众教会 就是犹太人教会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国礼的门徒 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国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持 及他们讲解说 其实他们听到 但听到神的工作 神的事工 就未必会接纳 也未必会准备好 心自上 这个来说就是领受神的道 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旅行报道去到该撒利亚 这个撒玛利亚这些地方 那些奉国礼的门徒 什么叫奉国礼的门徒 当然是犹太信徒 第二奉国礼是当时他们持守一种信念 或者持守一种 当然他们之前被好像法利赛人祭司 他们成为了基督徒 但他们成为了基督徒 他们有一些生活习惯 或者一些以前固守的礼仪 他就将他带入了基督教 当然带入基督教 除了奉国礼很重要 奉国礼就是说 他们得救 得救就是 当然是靠恩信称义 他们一点都赞同 但他们说 恩信称义还不足够 还要割礼 所以 这些门徒 所以就是 并且是什么 恩信称义 对 也要守律法 其实奉国礼就是 守律法的一个标记 所以 所以 他当时说 基督徒 都要什么 就算外邦基督徒 都要按照旧约的 这个是 礼仪 旧约的律法 来行事为人 现在还有没有奉国礼的门徒 我们在当代 现在还有 这些奉国礼的门徒 影响到今天 所以基督教有的教派叫 安息日 他安息日聚会 他不是在星期日聚会 他是基督教 教义 三一真神耶稣 但是他们就 守安息日 不是守主日 是中国人来的 是中国人教会 当然外国人教会也有 去到那里 他们守安息日 星期六做礼拜 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 他们严格按照 按照旧约的 这个律法来生活 比如 不吃猪肉 那里说不吃猪肉 那你就不吃 不吃一些武鱗鱼 那你就不吃 这些是不季的食物 不好吃 现在也有的 但是 当然人比较少 但是 现在仍然有人奉行 那些 就和比得争辩 其实这个争辩 这个自然文 就是指责的 不是争辩 就是指责 未受割礼之人 就是不结之人 你进去已经不对 和他们吃饭更加不适 那你便 你便沾染到他们的不结 你怎知道他们有没有放些猪油 拌下去那些主菜 被你吃了 那被你吃又怎样 那你回到耶路撒冷 但比得呢 你就不能马上去圣殿 来到祷告了 你知是 那时候的犹太信徒 基督徒 他们 他们也去圣殿那里 来到 礼拜的 敬拜神的 比得和若翰第一个神戚 就是这样 那按照礼仪 他就可以指责比得 比得 你又要结成之礼 你要等几天 好像现在被疫 七天 然后做一些仪式 祭司 用血和水在你身上 可以做洁淨之礼 你才可以去做礼拜 他就是这样 所以是指责 那比得又要 这件事 挨赐给他的讲解 所以这个其实呢 比得能够顺服 是圣灵亲自跟他说 大家记不记得 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但这群人不是 这群奉国礼的门徒 他们听谁说 谁舒服的 是比得 所以你看到神做事很特别 其实是 那为什么神也不让 这个同样的 看见给这群奉国礼的门徒 其他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比得就向他们讲解 他就说 我再约 拍成女 讨告的时候 大家记得新初的讨告 看见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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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给他看到的 像启示录那样的议仗 有一蜜降下 好象一块大布 不是一块大布 其实是好象的 这个议仗 是着四角从天随下 好像一块布 比得又不知道是否布 他有没有摸过 直到我眼前 我定睁观看 见内有地上 四足的生畜和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 向我说 比得起来 宰鸟吃 我说 主啊这是不可的 凡族而不结淨的物 从来没入过我的口 这个是比得 他作为犹太人 天然的反应 这个是 他看到的异象 然后四足的畜生 不用说 一定是有猪 有猪 这个是野兽 这些死了的野兽 可能是昆虫 那些昆虫 是不结的 并天上的飞鸟 比如有些是 鹰 吃死尸的鹰 那些 昆虫 有些是 四脚蛇 那些 他又不吃 那些是蛇 那些是不结的 定征观看的时候 他叫他吃 他说 我没有吃过 那怎么吃呢 你可以吃 叫命令他 他的声音 他说 主啊 这些是不可的 这个是 我觉得很特别的 一句话就是 主啊 这些是不可的 所谓主是什么 主是你的主人 既然是主 那怎么可以不可的呢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顺服的功课 对于彼得 主啊 这些是不可的 既然你叫他做主 他一定有权并 他的智慧高过你 他的能力大过你 那你应该学习顺服 不是说 主啊这些是不可的 我们基督徒人生 很多时候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其实是 我们口称主啊 主啊 主耶稣 其实我们做的事 刚刚跟圣经的原则是相反 刚刚跟主的教导是相反的 其实我们是在做一样的 主啊这些是不可的 我们不同意的 其实是 那谁是主呢 可能我们自己是主 这个是 提醒我们 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这个是 不难 不怪得比得的 其实 但是我们也有功课 要学习当中 第二次 有声音 跟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 竹物 神已经洁净了 包括诸在来 这样一连三次 重要的 说三次 这个是 就都修回天上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功课 一个仪像 他 给比得看到 虽然被诸这些 犹太人认为 摸到都不能够 那些 那些 怎么还可以吃呢 这个是 这个是说 神已经洁净了 所以凡物都是 结正的保罗 当时的信徒 特别是住在哥林多 住在外邦 不是住在耶路撒纳 住在外面的犹太人 分居世界各地 他们有个习族 就是在外邦的地方 他们所有的 这个是 卖的肉食 这些事集上 那 他都先拜过偶像 这个是外邦人的习族 外邦那些肉食铺 拜了偶像 才卖给当地人 这个是 这个是 祭深 先拜了 那些犹太信徒 那些犹太信徒 那吃不吃呢 保罗就解决这个问题 凡神所结成 都可以吃 但是 这个是 当然 犹太人 亦都有犹太人 对纽约 都是有自己的屠宰场 但是那些就很贵 贵很多 那 你外邦信徒 在外邦的城市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 也都不是 到处都有这种 贴政的屠宰场 那 难道不懂 就是这个 这个 教会上有这个纷争 但是 所以 是很紧要 神所结症 不可当是植物 那这个是 保罗也都教导当时的信徒 祈祷结症 不可 当做族物 你也都不要轻看那些 吃这些拜偶像的 当然有些帝兄 有些帝兄演藥 那就和他一起不吃 刚刚看完这个议仗 彼得就继续讲述 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 门所住的房门前 似从戈萨利亚 猜来 谁猜呢 圣灵猜 天使猜 圣灵猜 天使猜 天使猜 哥利流 哥利流 也猜 他的兵丁和家人 圣灵吩咐我和他不同去 这个很明显 给得有圣灵的吩咐 不要疑惑 没有分门等类 你不要将他们分外帮人 你就不去 不结不结 跟我去的 这个是重点 还有这六位弟兄 不是还有六位弟兄 这个是 这字是 这是一个重点 中文也很好 我们都尽量拿人 叫我们 还有这六位弟兄 他指着六位弟兄 证明 当然 彼得要回来 他应该听到封闻 对这件事的争议很大 所以他就带了六位弟兄 有六位弟兄 以前其实是 上一张十张 他没有很整齊的 说到六位 说到 但是这里很整齊的 说到六位 六位的信徒 这个是做什么 做正人 很重要 单凭你一个人说 其实你第一次带外帮人 信子不是彼得的 肥利 肥利带这个古实人派 带肥利一个人 并且肥利不用回去 这个是耶路撒冷交代 继续传福音 其实交代的是彼得 比特其实是有六位大卿做正 我们都尽了 不是只有我尽 这个一定有犹太人 当然六位大卿 基本上可能都是犹太人 都尽了 不是只有我一个 这个是 重点不是这里 其实 重点在哪里呢 那人当然是哥利留 就告诉我 他若瀚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说 你打发人 到约伯去 请那听夫 西 《比特的西门来》 很转折 透过这个议仗 是要哥利留 主动邀请比特来的 不是比特主动去的 也有神的吩咐 所以很转折 他有说 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 全家都得够 全家得够 那 他就说了给比特听 比特说 我一开说 一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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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说完 可能都 说了几句话 圣灵变光在他们身上 当然一开说 他一边说 圣灵一边在动工 就是一边开口 你会很清楚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是感动人 悔改之罪 来接受耶稣 这个整个过程 正在当初 降在我们身上 这个当初就是五秦子 当初降在 好像是 看到的 你怎么知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那证明是什么 是看得到的 在创启性的年代 现在降临圣灵的降临 是看不到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我们信耶稣 有人信耶稣 那一刻圣灵是会降临的 可能我们会有些 有些感觉到 可能是感觉到 有些甚至未必感觉到 但是憤信心 我们知道圣灵是降临的 所以我们真心的感觉 是看不到 但是当时是什么 是看得到的 为什么呢 正在当初降在我们身上 那么当初五秦子第一次 圣灵降临的时候 大风响 然后圣灵在舌头一样降临 我想当时就是这样 并且 另一个印证就是 讲方语 十章那里讲 他们都可以讲方语 这些全家得救的 包括亲戚朋友 是可以讲方语的 那么彼得就印证一件事 就是想起主的话 约翰是用水 因为当初主耶稣对门徒说 在升天之前 当然在上十代之前 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降临 圣灵的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历史性的时刻 也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大的神学的议题 就是光灾 圣灵降临 就是圣灵降临 并且是圣灵的洗 在神学上 和基督教的历史上 这个有人会辩论 直到今天 就是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人信主耶稣那一刻 圣灵进入祂生命当中 这就不能辩论 就是圣灵降临 但是圣灵的洗 是不是同一时间呢 如果看回今天这一段 单单这一段的经文 圣灵的洗和圣灵的降临 是同一时间 当然 基督教也认为 一些宗派认为 他们不是同一时间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可能迟很多 可能要人追求 可能要某一个特别的时刻 你要成熟成长才有圣灵的洗 如果单从这里说 是同一时间 所以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洗 很多人说要追求 但是在保罗的教导 他追求的不是圣灵的洗 而是圣灵的充满 所以你不要聚走 那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个是充满 和圣灵的洗 是否同一样呢 这个历来也是在当中 有不同的意见 在当中 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 就是从哥林多前书 《神既然给他们恩慈》 这个恩慈是讲到广方而的 因为圣灵的洗 十章是讲到广方而的 圣灵的洗 这也是一个恩慈 圣灵是给到外邦人同样有我们的恩慈 让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时候给我们的药 那说到什么?圣灵的洗 圣灵的充满 和有不同的恩慈 就是圣灵的比座 我是谁 和给我们一样 我可以阻挡神 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完了 很特别 其实你看到神的工作 在初期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 比特就不同 比特又见到异仗 比特的圣灵亲自跟他说 有人来找他 然后他去见到圣灵的各能和外邦人 这个是比特的亲身的经历 到那些指责他的奉国礼的门徒 神就没有给他们的经历 没有给其他的信徒看到 没有给我们看到 但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顺服比特的 相信比特的经历 从神以来 也顺服比特的教训 这帮人十八次看到 听见 不是看见 比特是看见仪仗 比特是亲身经历看见星灵的江流 比特一直说看见 这帮人有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听见者说 就不已 只归荣耀与神说 这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你看到 这是一个 其中人 其他信徒要学习的功夫 这就是神的工作 神会选择比特的这些人 他会给他们特别的印证 特别的异象 特别的光照 就是这样的 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要顺服比特的见证 其实那些随下来的异象 为什么神不给其他人看 一次就是三次给比特看 其他人可不可以 神有没有能力 给其他人看呢 如果给其他人看到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种争辩 又不会有这种指责 是吧 也给其他人有同样 比特的经历就可以了 或者叫圣灵 叫天使和他们报道就可以了 和他们说 你们以后要接纳外邦人 你们不要来和比特争拗就好了 其实是没有这么做的 没有这么做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不同的信徒 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很特别 是很独特的 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以是不同的 但我们当中要合一 你的不言语 开始就争辩 开始指责 甚至是 但后来他们都顺服 他们没有见到才顺服的 他们没有见到才顺服的 听见十八节 这是很好的 这是我们学习的功课 所以 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 会改得生命 这是很好的 这是很好的 恩赐 神记教他们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什么呢 当然讲到恩赐 当然要讲方面 教导 传福音 关顾 联敏人 施舍 这些 《哥林多前书》 《帝兄们论都熟名的恩赐》 《我不愿你们不明白》 教会很多对恩赐是不明白的 甚至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或是这人蒙圣灵似他智慧的言语 哪人蒙这位圣灵似他智慧的言语 很多刚才讲到的不同的恩赐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以分级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 因此可不可以去追求呢 其实因此我们 多数我们讲的反而是发挖 神就给了你了 但你不知道 你又不去用 生了瘦 就像我们身上有肌肉 但当我们有肌肉 当我们不用 用得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会慢慢慢慢流失的 就是我们的恩赐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侍奉神 其实是一个发挖 发现神给了我们什么恩赐 我们如果从来都不做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 其实是 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 神会给我们有恩赐 但这些恩赐都是用来做什么 都是用来做咒人 使教会得益次 是做咒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 所以我们善用恩赐 我们的恩赐 有没有做咒人 其实是 有没有帮助教会 使得帝兄姐妹得益次 其实是 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就是神赐 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并且这种恩赐 有时候我们没有就没有 人家有就感恩 其实是 人家有就感恩 我有那些 我就能够运用出来 所以 教会是一个肢体 所以 一说到恩赐 这个 没有分缓别类 手又看不起脚 又常说脚没有用 那你去不到那里 手是灵活的脚 但是脚是什么 脚是带手去到那里 可以洗手 可以动工 那我们不要分缓别类 一分缓别类 我们就互相的 来到有执道 有纷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善容的恩赐 也没有发挥到自己的恩赐 也没有欣赏别人的恩赐 所以 这个很重要 我们刚刚今天 我们这几天 这段时间都是看 《哥林多前后书》 我们的《读经》群组 特别地说到这一点 我们也有很多功课要学习 尤其是《纯服》的功课 神给人学习的纯服的功课 是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场景 来给我们学习的功课 有些是看到 十八节讲到 是听到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功课 其实是 好 我们讲到讨论问题 外邦人受洗进入教会 为什么这么困难 是当时很困难 当时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 因为 你看到《约翰福金》四章 《约翰福金》四章 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 都没有来往 何况外邦人呢 更加不会跟他们来往 这些是不宜的神的 这个是没有跟神纳约的 未受国礼的 这个是 所以 犹太人 天然有那个优越感 今天我们是否会设 信上帝的门铲 阻止人进入教会呢 是啊 当时 当时那些门徒 耶稣跟从耶稣的门徒 都有门铲的 有一个人 他不是我们这群人的 不是跟从你的 他竟然奉你的名 去赶鬼 我们要禁止他 不让他这样做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这个是有专利的 当时也是这样的 会不会阻止人 很多人想去耶稣面前 这个是 当时也是这样的 跟从耶稣的人都会阻止 我们今天 为什么阻止呢 因为很多人跟我们不同 不同种族 不同背景 不同文化 不同的生活习惯 所以难怪有不少人 即是说来到教会 很难融入教会 很难融入 这个是团契 提升我们大兄姐妹 这个门铲不是看得到的 这个门铲是无形的 这个是阻碍了见证 也阻碍了合一 也阻碍了福音的讲传 在当中 提醒我们 其实当初 教会成立已经有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 仍然存在 可以提醒我们 这个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 我们是否只是 跟我们意见相同 跟我们对谈谈的 那些 还是对一些 跟我们不太同的 那些 我们又不去接纳 那些 这个是给我们 学习的功课 在今天 处境下 那些人被基督徒 排斥最严重 我们如何跨越 教条的思维 说到奉国礼的门徒 他们就有一个教条 就是说 除了信耶稣之外 还要守律法 这些教条 一定的 是这样的了 这是一些教条 我们最容易 我们在教会上 我们有教条的思维 就是 我们很不幸 我们很容易 将这个 我们分不清 什么是主要教义 什么是次要教义 我自己有二三十年 这个教会的生活 我发觉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将次要教义 就提升到主要教义 很多时候 又将主要教义 降低到次要教义 这个是造成 基督徒互相排斥 并且纷争的 一个很明显的 或者是一个 很有破坏性的 一个教条思维 主要教义 当然是 耶稣基督律 是否是 单单的恩尽清疑 还是要加上自己的行为 这个是主要教义 这些是不能放松的 还有当中的 神的慰格 这些是主要教义 那次要教义是什么呢 次要教义 比如是 比如是 这些是 主要教义 这些是 基本上 其实是 次要教的 我们可以提出意见 不同 我们可以提出意见 但是不需要将它提升到主要教义 如果提升到主要教义 如果提升到主要教义 一定会很紧张 这个是 提升到主要教义 所以奉国礼 那些门徒 就是 他将那个 国礼 或者守律法 提升到什么 提升到得不得够的层面 是得够的 其中一个条件 这就不对 一个不断进步的教会 其团继生活 需要谦卑委身 请分享 我们可以怎么做 是的 我们 我们当中会接纳 我们当中有不同的人 不同造词方式 其实是 谦卑委身 倒转来想就行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谦卑 我们会论断 保罗说 我都被人论断 但我不论断人 连保罗都被人论断 气貌不扬 语言粗匹 粗足 这个是 但我不论断自己 因为这是神的事 其实是 毁身 我们不是因为有些不同 有些人在当中 来到看不顺眼 我们就什么 我们放弃 甚至离开 这个不是毁身 提醒我们 在当中 只要我们毁身 我们谦卑 神一定是给我们 有服侍的机会 神一定是透过我们身边 不同的人 就是因为不同 我们才可以在当中 学习 谦卑 如果每个人和我们 不需要谦卑 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不需要谦卑 提醒我们 信服 信服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很难学习 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夫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彼得如何学习信服 耶路撒冷 和犹大地的众信徒 如何学习信服 也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学习信服 好 我们低头 透过 印尊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心恩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 我们信徒学习信服 学习谦卑 所以学习委身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夫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是因为看到 而是因为听到 我们就信服你的话 信服你的教导 我们学习如何按照 这个圣经的原则 来侍奉行事为人 祝福我们每一个 因为信服是蒙福的途径 唯一的途径 祝福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大兄姐妹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祝福大家 与大家同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